接下来大家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方法 这方法咱们单独说 是因为 这个方法比较特殊 我先列入第四个 这叫做比较 字符串还能定比较 这个方法呢就叫做 说那个A和B比一下谁大谁小啊 谁算啊可以比的 这个方法呢叫做Compare to 比较反馈什么类型啊 纠结了是吧 比较反馈啥类型啊 布尔啊 我比你大啊 我比你小啊 咱俩是外国不能同岁 听懂了吗 啊比较有几种可能 对有三种结果 要么大 要么小 要么一样 你能布尔去吗 用不了 布尔是不是两种结果啊 不行 所以呢就换其他的已经表示 有趣的吗 硬的 崩吧 硬的能反馈的时候读了去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告诉你 必须会 好吧 必须会 这个方法用来比较两个字 图串 谁大谁小 怎么比的呢 他们其实按的是字典顺序的比较 你这什么字典顺序吗 ABCDEFG 123456张数字在ABC之前 按的其实是阿尔斯科马表的顺序 听懂吧 阿尔斯科马表的顺序 大家控格和A能比吗 能吗 必须的 不再废话了 大家接下来呢 怎么样呢 说老师返回的印的 为什么蒙圈了呢 是吧 那咱就看返回值 这个家 就看这返回值就行了 如果参数字图串 等于 此字 谁能参数到什么 是这个吧 对 传下来的 似啥意思 似啥意思 对 this 调入那方法做事 是不是想做事 OK 就当年当年讲的 讲过这事 就反过零 有没有 他以零来判断 两个字典是不相同 是不相同 如果此字典顺序 注意听 是当前那个 按照这些声语 小鱼 传下来这个 反回什么 小于零的值 说白啥意思 是个负数 听懂的话 老师负几啊 不管 听懂的话 不管你负几嘞 反正是负数嘛 就小嘛 对不对 你小多少 不告诉彼此 就小 请跟着 如果此时大于的话 是不是反回正数 大家 整数我给你讲 就分三种 正数 负数 零 谢谢明白了吧 OK 来我们演示一下 还是一块 要求必须会 要求必须会 创建 看着啊 我懒得写下来 直接写动吧 什么A ABC啊 有没有 点上一个 康贝尔兔 我和谁比啊 BCB 我这随便写 等会 是吧 先可一个道 是吧 弄一下 是负数吧 看着 C 是负数2吧 然后说 大A 是32吧 看规律了 A啊 原来是 两个数字 是这样的差距吧 大家 我没让你进来的 有用了呀 你在看啥 对 你只要看 大还是小 就忘了 懂吗 你管的大几呢 然后 那这我不再都说了 什么ABC啊 是吧 什么那个 什么那个 AQZ啊 对吧 我这瞎写了 说不弄了呀 说明ABC怎么样 什么小于AQZ啊 对不对 前面小于后面 就是副数 听明白了吗 OK了 老师那点小啊 A和A相同吧 B是不是在Q在前面啊 C是 还有比C吗 对的 大家 B都比完了 听明白了吧 行了 不再都说了 注意听 我再给你们说一遍 基本数值 那基本数值 如果能参与比较的数值 它用的只能是 大于小于这样的操作运算图 能去懂吗 啊 四大于二 行吧 这个都用的是 那些符号完成的 而对于对象的比较 大家 用的是方法完成的 这个清楚了吧 因为对象怎么比 是不是对象自己最清楚 肯定是 所以记住了 字符串本身就是对象 这一根比较的时候 我跟你讲 如果你敢写成这个样子 叫做 大于A相吧 就会爱揍 对象 对象比较用的是 Compare to方法 字符串对象 用Compare to方法 就完成了两个对象 之间的比较 它怎么比的呢 它其实得依赖于 对象自身的特点 完成比较 这个O了吧 按依据 对象自身的特点 完成比较 而这两个事 都是字符啊 是吧 就按字符比较 能听懂了吧 能听懂了 OK 我希望你听懂 因为一会儿 我就继续做练习 做不出来 我给你讲 丢死人 OK OK